我们接上个视频PS5无故进入了安全模式 让下载PS5最新版的系统固件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也不知道 我们一起来见证 首先我们看一下官方教程 注意这句话把我吓到了 重新安装系统软件将删除PS5主机上所有数据 此流程通常被称之为出厂重设或者硬重设 怎么做呢 第一步先不看 第二步 先不管 我们下载了这个文件 1.2个G 然后我连了外置的移动硬盘 这是硬盘 创建一个PS5的目录 为什么要创建 这有 使用PC或者Mac 格式化为FID32或者EXFAT的USB盘 创建一个PS5的文件夹 然后再创建一个update 这是硬盘PS5update 然后把这个下载的文件装进来 1.2个G 把硬盘接到PS5上 系统恢复备份 我之前应该还有 继续 不继续玩不了 不继续不能用 看索尼在这方面是否人性化 按说正常讲 索尼不应该这样 也不会这样 这样用户体验太差了 只有出现特别大的问题 它才会这样 就算是有更新 特别重要的更新 它也会让你进入主界面 然后进行更新 我这是相当于手机里面的 把iPhone或者安卓 或者电脑的系统硬盘 整个硬盘全抹掉 然后重新安装一遍 全新干净的操作系统 为什么会这样呢 正在安装升级文件 不过PS5的系统固件 真的不大 只有1.2G 所以说它安装应该很快 但是希望 不是全部删除重来 拜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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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是不知道为什么 我就是正常的开机 然后弹出了一个界面 就直接进入 我靠 这是什么鬼 这是第一次开机动画吗 我都忘了第一次开机动画是什么样 我靠 被你们看到了 算了算了 我不录了 你们知道了吧 重来 这是一台全新的PS5 我又得到了一个全新的PS5 以后再说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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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